这球也没有想事啊 和梅克 算是一好帽了 如果不想事啊 但是中国队呢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失误 贯轮被包夹 出球给到 目前的外线 漂亮啊 全一打的亮 想找掩护啊 再出球 又是挡拆 但这球直接是送到周琪手里了 福德林的左手的上篮 这球就是用咱们的这 说白的就是找帽了 你说这不是顶着也比你高的 比你这个臂展也长的 左手就低着上篮 是找帽 想法其实不错 但是就没有完成 又是老师的机会 但是这篇也是 算了也没投进 大空位浪费 王正林 给他中路再转一下 这个三打二的 突进来了 这球让郭艾伦绝对是在节奏上 取决 这边看看朱俊龙的外线 漂亮啊 这就是最好的回应 这个面无表情的 是吧 就你看不出他心里面 到底是紧 篮下 漂亮 好球啊 二次几攻 来中国队掌控 理解的最后一攻 老师 李顺 打王 犯规了 两分 打中 并造成犯规 这球啊 犯规确实算是达到了战术目的了 哪球能进 确实也是 挺厉害 还该看一下 我们还是 还是从你看这个 榜才的这个 这个这个效果来说 你只要就是说出现了这个 空间 这个球 你看就要第一时间 就要传过去 要不然你看后面的 澳大利亚收拾 篮下 这点都摔到 拖 假动作 捡起来之后啊 这球 这个折手啊 可以啊 右手假动作 再打进 澳大利亚绝对要 这要暂停 是 9比3 挺棒 所以我说我们的 我们的轮转 我们轮转球员 这档球 现在的优势 又给冒上来了啊 哎呀 篮板 朱俊龙的掩护呢 交给关 上线形成了错位 看看徐杰 大号的三分啊 漂亮啊 这个三分球 投的够来气的啊 尤其是今天 其实咱 你看这是扩大 优势的机会啊 看这 周琦篮下 继续开火锅盛宴 这块场地 也是周琦在征战 这个NBL时候的主场 徐杰这个三分球 投的是太硬性了 这是NBL三分 这不是他风格呀 还不叫啊 看看球员自己的调整 篮下 没有打中 面对这双人的再起 还是没有啊 但是这个杰克逊 怀特啊 直接 把球运好 不让怪伦接球啊 所以就能选择 自己的一个中距离干把 真漂亮啊 对他真的是 是敢打啊 三分 哎呀 给中国队就是 最后一季进攻 也带来影响 扎瑞再出啊 哎 二加一 两分给 第一节目 咱有二加一 第二节目 又一个啊 罚劲 咬住这一分 哎 把球防下来啊 行了 赵瑞今天把自己这个身体对抗 然后突破又是 真的是完全展现出来了 这也是他的特点 这也是他区别于 郭爱伦跟胡明轩的 一个他的优势 是 这个效果 但同时 你想看他 他的这个体能的付出 也是巨大的 郭爱伦 也抛一个啊 漂亮 郭爱伦这场比赛第一次 让陆文博这样的年轻队员 去防一个澳大利亚最有经验的 我去猜出来之后 我发现 可以偷了 雷美克上不上来啊 对 不上来之后 对 大克尔今天是 索雷美克一个三分 是抱怨什么呢 你看他这是 这个不为题啊 快乐再抛一个去找板 漂亮啊 这个抛投的干嘛 8%了 13冲一 周杰 能能打 漂亮啊 这球这包夹没有太坚确 上部长的时候 咱们一股里面7分 当时 朱志导说 这7分 挺费劲的啊 就 你先到这些 现在第三年呢 第一时间就要把球传到队友的手里面 我请教您一下 中锋跟后卫 他们打这个手提手的时候 咱们中锋是应该扑出来去 防对方这投射吗 还是说就 就在里面倒着 这边 王正林啊 暂停回来 确实效果不错啊 就比如刚才那个球 周杰 球转移的挺耐心啊 杀起来之后的上篮 没有啊 前场咱们有一个人数优势了啊 现在是5打4 但是对方也跟回来了 王正林再传一下 篮下 打成 并当成犯规 竹志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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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得了六分啊 七分啊 对 有点尖功不过了啊 刚才应该是被问候来了 但是这球大王 脚步这么小 王正林还是敢传过去啊 真是 松了太舒服了 每个球啊 都是想过一下王正林的手 好 这边是 可以啊 他们也算是 上了23分 三节打听 第四节 26比3 对 第四节 确实啊 也都是想听听 谢谢大家